小便出道路 大家好 我是美貞 有沒有看到我這身 充滿聖誕氣息的服裝啊 沒錯 因為這個月份 就是我們的聖誕節 那我今天就要扮演聖誕老GoGo 來去各單位送禮物囉 GoGo 欸 趕快趕快 我們要來去送禮物了啦 快快快 Go 欸 有沒有看到我們身後的 這個聖誕老公公啊 因為我們這次的得獎者 是遊樂園的員工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歡迎他吧 歡迎聖誕 恭喜聖誕 恭喜聖誕獲得我們11月份 人氣王 恭喜恭喜 欸 那聖誕你這次是 第一次教招嗎 對 第一次 這次教招離你之前 從軍支援差了多久 大概三年 那你覺得這次教招 你在裡面學到了什麼 分配到的是臨部支援組 那就是基本的射擊議席 然後這樣我通訓兵 還要飛三管西 然後行軍 都會讓我們覺得說 回到軍裡的感覺 那剛剛聽到其實你對於 一開始接受到教招 你是蠻錯愕的 但是你過了這十四天後 你覺得你這裡有什麼樣的成長 我們有火力一點 所以還有炮瓶 把藥炮一樣的風炮 教招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著他們配合訓練 就跟以前 單一個單位不一樣 然後可以開始配合到 不同的一點 那最後你有什麼話想要 跟國軍官兵弟兄姊妹 加油打氣的嗎 所謂台灣保衛家園的部分 不會推脫 像教招街道 不會就是不會找一個理由 就去了訓練 然後增加自己的軍裡面的姿勢 國軍官兵辛苦了 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請往下個單位囉 GoGo 你這個怎麼會打這樣咧 是 那這個也錯啊 重新修正 學長嗎 這個要擺哪裡好呢 這裡 還是這邊 呃 如果官兵知道 你有這樣的一面 怎麼樣 我就不能有點小愛好嗎 生活就是要有儀式感 懂嗎 恭喜師傑獲得我們11月份人氣王 恭喜 謝謝 那師傑有什麼話想要跟粉絲朋友們 還有單位同仁說呢 感謝所有親朋好友 還有單位的同仁們 這次那麼賣力的幫我吹票 讓我能夠得到這次的獎品 所以你平常在單位的形象 是怎麼樣的形象 其實私底下呢 我們跟弟兄們的相處 都是非常難下的 但是在操課的時候 必須要著重於安全 那這也是我們身為領導幹部 必須堅持住的 其實啊 現在鏡頭外面有非常多的官兵 給師傑加油打氣 我們現在邀請他們 一起來做結尾好了 那四支部的官兵 準備一些話要送給大家 而且是用特別的方式做呈現 軍人把鋼蜜剪在臉上 把柔形藏在心底 把浪漫手心胸膛 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請往下個單位囉 GOGO 我是少衛李思維 五四公兵群是我任職的第一個單位 每天都有不同的事物 需要去學習的 族人官的歷程 絕不是一條平坦順遂的道路 也許充滿崎嶇的障礙物 但現在的我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這是什麼 希望剛到鋼蜜的禮台繼續保持熱情 加油 加油 禮牌 你的笑容很暖心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得見 加油 恭喜思維獲得我們11月份冷氣王 恭喜 謝謝 那思維有什麼話想要跟粉絲朋友們 還有單位同能說呢 首先就是謝謝大家支持我 然後點讚率真的很高 其實一開始也沒想到 然後也謝謝連上官兵 還有其他同學 大家一起幫我分享 其實思維也是剛到不久 對 那你出任官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還是單位有沒有不適應的地方 其實一開始來就真的很緊張 然後因為人生地不守 所以一開始大家都說 其實我好像比較點像 我不敢出來講話 可是經過這一段時間跟大家相處 然後我不懂地方就去問點上的人 然後說我最近變得比較開朗 然後學到的東西也變很多 當初你為什麼會想要從軍 你們家是有軍人的背景嗎 其實我是家裡第一個軍人 那一開始其實 所有爸爸就是有說 那不然去讀軍校 大家覺得我去軍校剛好也可以鍛鍊 然後也算是可以練習自己獨立的部分 謝謝爸爸媽媽非常支持我從軍 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前往下個單位囉 GOGO 我們今天來到三九話 要來找一位 穿捲服站有史以來年紀最小的得獎者 照片一出驚為天人啊 我們現在馬上來去找這位小小得獎者吧 GO 嘿嗨 穿腰了 起來了 嗨 我要起床了 你有什麼得獎感言嗎 嗯 欸 講得很好欸 很好很好 那你未來有想要從軍嗎 欸不錯不錯 對我也覺得三九話很棒 那個那個得獎者才是我 是我 好 恭喜得獎 平時都是我在輔導別人 我現在心情好受傷喔 我為了這個聖誕特技 還特別準備了這個聖誕毛帽 欸那小朋友要跟奶去泡一下 喔 我現在竟然還要泡奶粉 欸幾七七啊 你要拜他還要問喔 六十多了沒 欸我們這次又來到三九話 恭喜怡君獲得我們十一月份了 去玩 謝謝 那怡君有什麼話想要跟粉絲朋友們還有單位同人說呢 謝謝三九群的大家 還有我的朋友 還有處長 還有我的家人 以及親朋友好友 按讚加分享 謝謝 怡君跟姊姊是在同個單位 都是三九話 對 當初為什麼你們會想要一起錄 因為當初是我想換一個另外一個工作環境 所以我到時候是 結果一下妹妹問她說 欸有沒有興趣要不來重訓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啊那就一起 而且剛剛有聽說啊 怡君她是從醫務兵轉幸福寺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這樣轉 我那時候從醫務兵然後到幸福寺的時候呢 我現在發現到 其實他們是一樣的工作 醫務兵她就是處理外傷 那幸福寺呢就是對內在 就是處理人家幸福島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次在幫助人 那你最後有什麼話想要跟你的家人說嗎 謝謝爸爸媽媽媽 有利物資金師 這樣子扶持我們到現在 他們很辛苦 因為他們是從事農業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我們兩個姐妹 可以好好地孝敬她們 等高天今天來到三九花 找兩回可愛的姐妹花 如果想看更多帥哥美女的衣服照 歡迎鎖定親爆臉書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留言加分享喔 我是親化小劉美珍 我是中視陳怡君 我是中視陳怡峰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